2019高雄国际食品展将于10月24号到27号 在高雄展览馆登场 其中高雄市海洋局邀请了19家厂商 力推高雄海洋舞宝 在宣传记者会上 海洋局长强调 每家厂商至少有一项食品认证标章 欢迎民众到时能前来选购安心享用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种都是店主的秋刀鱼 各种的鱼都有 食品展的展览记者会上 高雄市海洋局邀请六家厂商 展示新鲜优质的鱼产品 让民众优先品尝 试吃鲜美的海味 另外也推出超值的海味福袋 为食品展暖身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很丰盛的 大家可以买那个福袋 那个福袋 我们挂在那里讲说 一个福袋值300块 对不起啊 跟各位讲 我们现在凑一凑 你们看里面的东西 大概只快1000块钱了 所以欢迎大家来多多来采购 高雄国际食品展 是由经济部国贸局主办 外贸协会执行 高雄市海洋局协办 共有将近400家厂商 700多个摊位参展 除了让民众选购美食之外 也成为国内外厂商交流 拓展市场的重要平台 搭配了展览 我们也有一个就是2019 食品通路商的采购大会 希望让业者能够再去做一些洽谈 争取到国际市场的商机 相关的活动可以让大家买得开心 也吃得安心 像我们会有一连串的相关活动 产品的推广啊 然后QA的赠品啊 还有每天都会有抽奖的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 这一次的食品展有台湾素食推广协会 首次主团参展 另外国内指标性大厂也参展 还有意大利、日本、比利时的美食前来比拼 2019高雄国境食品展 将在10月24号到27号 在高雄展览馆登场 记者张盛民、赖昌邦、高雄报道